最后来看到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今天是在前屏东县长潘梦安的陪同之下 亲自前往党中央来做登记 同时他也在现场发表了简单的谈话 而对于敏感的两岸关系赖清德是点到为止 不过前一天赖清德也要求政国会成员到官邸来参序 刚才了解讨论议题包括像是党务革新 还有外界所关注的称信条款 身穿深色西装搭着紫色领带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提名策略小组召集人潘梦安 以及办公室主任陪同下到党中央登记 正式参与2024总统初选 我怀着借慎恐惧的心情 接任民进党党主席 打击黑金枪毒 南投第二选区立委的补选 既给予了蔡培会 为南投争一口气的机会 也给予了民进党 重新出发 赖清德发表谈话表情轻松 总统这局党内定于一尊 但先前因务实台独工作者身份惹来美方质疑 要交出2024主权论述格外小心 面对来自中国的文攻武嚇 不择手段的外交打压 还有大腕核战两手策略的种种威胁 敏感的两岸议题点到为止 强调守护民主台湾价值 尽管党内几乎确定没有强劲对手 但派系怎么整合才是考验 前一晚邀请政国会成员到官邸给意见 从诚信条款谈到党务革新 特别强调外界关注的烙跑话题 提名时辰越来越近 赖清德要整合党内派系 还要应付对手攻击 更要思考如何带领台湾 面对艰困外交处境 就全体来提发 也曾经超速台北当报道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今天是到这个党中央来登记 参选2024总统 这另一头这民众党的人选 几乎也是主席柯文哲定于一军 引爆了国民党内的压力来炸锅 现在就担心提名动作太慢 会严重落后其他党的进度 因此把压力就放在新北市长侯友余身上 不对此侯友余今天回应了 说尊重每个党都有自己做事的节奏跟方式 也会尊重每个人的角色 承诺明年再加码 新北市长侯友余颁发HBL女兰冠军奖金 给淡水商工 但这天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正在领表登记参选总统 引爆蓝营内部压力炸锅 乔婉难道侯友余不想赶紧出战 带领国民党一举拿下胜利吗 每个党都有他做事的节奏跟方式 我们都要尊重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国民党内部会这么担心 并不是没有原因毕竟要是拖到六月才提名人选 赖清德起跑后将会有长达三个月 国民党内都没有人能制和赖清德气势 但台面下侯友余团队似乎早就转手为攻 传出市府启动内部参考民调 针对市长个人满意度和八大面向进行调查 虽然近四年来侯友余的满意度连年上升 去年更是高达百分之八十三点二 但团队认为二零二三局势复杂 同龄各局处施政必须搭配公式 让人民有感以维持对侯友余的喜好热度 每一个各局处都起立的推动新北市的相关的市政 这是新北市该做的事情 不仅如此团队似乎也针对近起回应风格 过于保守的问题打算让他调整人设 这次没有厚厚阿做待机 侯友余话中有话要团结台湾力量 随着国民党中央传出计划 最晚要在五月启动总统提名机制 确定人选以免再拖下去有损整体气势 内部压力加上绿白阵营气势串起 侯友余准备好好迎战了吗 记得陈思琪 陈明华 新北财猫岛